被发现就一概追究到底,论哪个网红红当然是国民老公王思聪身边待过的人了,其中被王思聪最宠爱当然就是豆得儿了,他红到分手了分手费都要两千万,可怕的数字我都不敢想象,最近豆得儿红到上了快本,不过这次却让快本成了杯锅侠,在我的回忆里,快乐大本营就是我中六最期待的节目,因为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上台和快乐家族互动, 不过现在的快本,已经连请谁都不知道了,今日王思聪前女友豆得儿上了快本,他没有唱歌没有跳舞,而是向我们表演了眼睫毛加火柴,很多网友都表示这个才艺很尴尬,并且,这张特写将他的面部缺点都暴露出来了,虽然眼睫毛很长,但苹果肌也突出的离谱,就这一表演引起了网友的不满,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古赵丽颖,他也在快本上被网友大骂, 记得那时候赵丽颖刚拍完《新环珠格格》,跟随剧组上快本宣传新剧,结果这一期快,本让赵丽颖一夜之间,就被骂滚出娱乐圈,我分析后认为原因有两个,第一个当时赵丽颖因为先少上综艺节目,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在综艺上进行互动表现得很积极,但是却因没有想那么多,而被骂抢女主角李承的风头,当时李承在喝水,而他也努力在喝水这一举动,引起了网友的不满,第二点就是就是跟张瑞的这顿 年夜饭,当时播出时,他却因这段被骂的狗血淋头,其实我认为当时赵丽颖就是很感激同剧组的演员张瑞,帮他做了一顿年夜饭,感觉到了家人的感觉,然后说出来自己的感受, 然后被网友说戏太多,张瑞都不带转头看他的,自己演独角戏,太做作等等,现在看起来真的心疼他想想那时候被人痛骂,甚至被传言滚出娱乐圈,而如今的他已经足以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了,他这些年凭借陆珍传奇,花仙谷,烟纸,楚桥传,等影视剧中的优秀表现早已妥妥的